月亮鱼 月亮鱼 又叫做Opa 属于热大鱼 在北美我们买到的通常都是来自于夏威尔 吃起上来月亮鱼的口感和吞拿鱼差不多 腥味不大 肉质嫩滑 还有很多鱼油 今天我们来煎焗鱼扒 配搭清新的牛油果Salsa 再加上新鲜的椰汁芒果做甜品 是不是已经觉得好饿了呢? 这个月亮鱼扒 是送给妈妈母亲节的礼物 试吃的时候妈妈说 嗯,挺棒 这块月亮鱼大概一磅 煎的时候 撒上少少盐,胡椒粉,糖,黑胡椒 那就已经很好吃了 不需要腌 先来看一下Salsa的材料 一个刚刚熟的牛油果 蕃茄,红葱头,洋葱,越南香草 柠檬等会用来炸汁 还有调味料 盐,糖,胡椒粉,黑胡椒 这个调味料 也是用来煎焗鱼扒的 所以预备多一些 看到这里有这么多份量 但是我们也不会用完 继续看片 你就知道如何调调份量 这个红葱头 也挺大 我只用它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还有 介绍一下我的新玩具 用来打一些 洋葱,红葱头 很多时候我们买一个洋葱 你一餐可能会用完 除非你炒洋葱 如果我们只用它来做少少的调味料 你会用完 最好就是用保鲜纸 把它爆得很细 它就不会吸入冰箱的味道 看到吗 我今天只用这么多 我今天就稍微切一切 然后就放入冰箱 这个越南香草 我都不会用完 刚才这么多 我把它切开 把洋葱和葱头 一起打 把洋葱和葱头香草打碎 吃的时候 就不会吃到一块块的洋葱和葱头 而且容易滲入到 番茄牛油果的里面 加添牛油果酱的新辣清香 牛油果一分为二 一半切小粒 一半切大粒 小粒一经搅拌 就会变成牛油果酱 有助于切碎的红葱头洋葱香草 黏到大粒的牛油果和番茄上面 这个番茄我用了一半 其实牛油果番茄的份量可以放多一点 番茄里面的核就不要了 剩下的番茄肉切成一粒粒 檸檸檬也是一开二 用一半榨汁就够了 再来看看放多少切碎的洋葱和红葱头 那你就不要一下子放太多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我喜欢洋葱多 但是有些人未必喜欢 所以你小心点 先放三分一 最重要是试味 不够可以加的 这些调味料都是同样的道理 你要试试你自己适合你的口味 最重要 先放三分一 再放三分一 那你先试味 试试味 先试试味 嗯 加一点甜的味道 那我放多一点糖和胡椒就OK了 牛油果Salsa就做好了 先放在冰箱煮 今天庆祝母亲切 如何少得甜品呢 妈妈最喜欢芒果 那就做一个简单的芒果椰汁 材料就是芒果加椰汁 就是这么简单 先把芒果切好 放在冰箱冻一下 再来看煎焗月亮鱼 把这块鱼切开两块 可以等它快点熟 减少煎焗的时间 保持更多的水分 开中火 用牛油或者椰子油 擦均平底锅 将鱼扒放上去 慢火煎一分钟 不要动它 等待四边都同样煎一分钟 那就差不多了 大概七八成熟就最好吃 我煎了大概六至七分钟 中间我盖盖 可以保持它的水分 每一次转身的时候 灑上预先准备的调味料 盐、糖、胡椒粉、黑胡椒 月亮鱼扒 香滑 吃下满满的鱼油香味 配搭清爽的牛油果烧茶 芒果椰汁做甜品 色香味俱全 吃完之后 简直就是齿甲流香 不单止妈咪 全家都给了个like我 希望你都可以试下 这个月亮鱼的做法 在母亲节的时候 煮给妈妈吃 或者慰勞一下自己 都可以 很感谢你今天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请你记得点赞、留言 和分享 还记得订阅 按这个小钟 我一有新视频 你就会收到通知了 在片尾的时候 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月亮鱼的身形 到底是长条的 还是圆形的呢?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